大家好,歡迎來到香港娛樂頻道,講起香港,TVB 花旦。 陳敏芝的名字肯定在你我心中閃閃發光, 九年前這三位姊妹圖你爭我鬥的樣子,仍然歷歷在目。 然而視而細逆,今日他們已經能夠擺下前嫌, 在直播中和氣生輝,一同笑談當年。 陳敏芝今次不是劇集女主,氣氛或許不多, 但每次出場總是氣勢不凡,靚毛一樣保持得宜。 難怪有些網民氣清,她好像服用了某秘密品牌的防腐劑。 有時我都會覺得,陳敏芝在事業如日中天那時選擇步入婚姻。 欲有子女,實在可惜,現在小孩子都大了,她回歸影視圈拍劇。 而她決心覆出的原因,一直是外界津津樂道的謎。 市面上流傳著各種傳言,月他光鮮亮麗的婚姻背後, 實際隱藏了更深的秘密。 今天的節目,我們來深入分析一下。 1979年出生的陳敏芝,原本是個普通家庭的女孩。 因為擁有43吋的超長尾腿,她15歲就開始踏上毛德兒的道路。 後來金融風暴集內,父親無工作,母親負債。 她為了養家不得不日夜辛勤地工作。 幸運來臨,她被文明的音樂製作人小失節也發掘, 成為了她在香港的五名入室弟子之一,也正是小失的關照。 陳敏芝在2001年成為無線電視的一員。 她入行初期,經歷了外祖父與父親相繼離世的陷事, 一度陷入憂鬱,為了支持弟弟完成大學學業。 她重新鎮作,開啟了演藝生涯的新一頁。 2002年,陳敏芝以員工身份量上, 在首部電視劇《情事緝詩檔案》中。 2003年,她在《金牌兵人》中飾演范子喬, 塑造了令人難忘的角色。 2004年,下一站彩虹讓她獲得了樂熱鈴的賞識, 約稱為TVB的閨房寶貝。 2005年《天涯俠儀》,她首次被提名《最佳女配角》。 同一年她還參與了《煙脂水粉》的拍攝。 拿多姿的汪曉晴由她演藝。 2007年,她《魅力四蛇》。 首次擔當電視劇《強劍》的女主角,飾演莫敏一角。 到了2009年,《美麗高解像》裏面她化身為唐可兒。 獻上了征戰演出。 事實上,陳敏之當眾《尿失禁》的一幕,正是出自這部作品。 當時她飾演的是一名電視台女明星。 劇中有個穿著內衣參加宣傳活動的場景。 卻因為必料必不住,結果當眾《尿失禁》。 雖然外界對於這件事的真假有所質疑。 但將一位年輕漂亮女明星與《尿失禁》這類詞彙且上關係,實在有點尷尬。 跟著她深演了經典劇集《公主嫁賭》。 締造出記憶深刻的婦女永何公主。 而《千年的怒火街頭》更是讓陳敏之進顯演技。 她所飾演的何李征,大膽上演在大街追逐戲碼。 表現出的是一副所有角色中最為無懼。 最為開放的態度,透過這番努力。 最終賦獲了最佳女配角的殊榮。 陳敏之的經典之作, 握禁必勝的點金勝手和發無天的洗徒行者都是不少得的。 不過,話時話,陳敏之在閃婚後就在影視圈出現得少了, 將重點轉了去家庭。 但婚後的生活好似都不是這麽之人, 還是得人家密切關注著她的桃花動態。 記得最初她和TVB的壞孩子楊明的緋聞。 那時兩位都剛剛過新人時期, 後來雖然打得火熱, 但最後都撻著撻不到兩年就話聲拜拜。 時以世易的2007年, 兩個人又嘗試埋堆。 但花心大笑楊明武器好像死腦筋一樣, 不能夠改變, 令到複合都只是過眼雲煙, 分手是注定的收場。 而楊明米和圈外的Joanna愛德火熱, 竟然涵半節氣氛。 那麼陳文芝在戀愛市場又算是好命, 早在2005年傳過同林約會, 不過那些緋聞好視多壓於宣傳。 而同時期,她認識了年輕商家雷偉信, 即是她今天的。 南方的細節不多人知道, 她擺低身段,很神秘。 經營燈色生意, 大家只懂得她做富商一名。 兩人的戀愛想像中甜蜜, 但實際的生活似乎並不完全如人意。 有次兩人一起超市批章拿, 拿張線出來門口, 只見得陳文芝剛一身的真鐵。 她個男友卻無些細心, 得那麼巧拿回個細包袋。 就算走路回車, 雷先生都還多次轉頭就罵女方。 不用說,陳文芝的屈滿都寫在面上。 真心說,如果在街頭南方對女友發飆, 我覺得任何一個女孩子都會爆炸到那間揮手拜拜。 但是,陳文芝就默默忍受了。 過了六年, 足足等到可以公開介紹男朋友。 她揭曉這段戀情的原因, 唉,都真是有點傻眼。 原來在她受傷的時候, 雷偉信少了發幾次標, 還在她面種得似屋企團那時, 都有心機去討好她。 所以,陳文芝就這麼感動到準備要給她一生一世的承諾。 2014年10月一日, 兩人在巴黎島拉埋天窗, 但面不朝天的雷偉信不肯露面, 成婚照只得個背影。 分後,陳文芝倒是有曬過些少男友的相片。 十六年她有起時更加是這樣。 最年輕了個兒子, 取名雷子樂, 小名東智。 真是祝福他們一家。 這段時間, 香港娛樂圈可謂風波不斷。 話說反, 自從陳文芝連續與監製文偉雄合作無間, 拍了三部劇集後, 就有留言指兩人關係不尋常。 在後台有不少人八卦。 說文偉雄的電話鈴聲是陳敏芝獨唱的歌。 甚至有人爆料她和老婆走了去婚居。 面對這種言論, 兩人都出面澄清過好幾次。 還有, 1997年的港姐劉卓奇就出面炮歌, 說當年陳敏芝靠擦鞋上位這些奇談貴論。 傳媒亦不甘候人。 由呂呂報導說雷偉迅根本不是什麼富豪仔。 結婚之後, 兩口子的生活財政狀況大受質疑。 有次還有記者找到陳敏芝在夜市為小孩買平的卡通睡衣。 加上之前她的餅結業好事堅實了經濟緊張的鑽然。 再者, 兩口子婚後始終無置業, 一直租屋生活。 陳敏芝在節目上透露, 有將軍澳舊居搬往亞太租住的單位。 不過, 講到底, 香港的樓價真是高得離譜。 善用租房子也只能算是明智選擇。 其實陳敏芝在03年時, 曾涉足樓市用330萬買過一套屋。 07年脫手賺了50萬, 但之後就無再入手物業。 話雖如此, 馬利歐一家想必都不會到窮到消物的地步。 眾貴娘夫妻都有經營生意的頭腦。 餅店收檔之後, 陳敏芝又大膽逃入七位數字, 進軍美容業。 賦予了皮膚護理行業新的活力。 生完B仔後, 陳敏芝也陸續回歸娛樂圈。 深演了TVB的《唐心風報3》、《解決師》、《發政先鋒》、 《IV》和《新聞女王》等劇集。 雖然大多都是飾演配角, 不過正所謂升無界限。 相信上足佳麗年華的他, 依然大有可為。 傳聞所指, 陳敏芝老公因為幾宗不成功的投資, 欠了一匹股債。 為了還債, 他從出江湖, 開始網上直播大貨。 但他靠自己的堅韌和勤奮, 不單是肩負了家庭重擔, 更取得了成功。 陳敏芝的人生真的在起起跌跌中度過。 但他從未輕然放棄, 願他前路繼續前行。 開創更加精彩的人生新篇章。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結束, 我們下次再談,拜拜啦!